熊猫界最赚钱的五只熊猫 你觉得哪只熊猫最会赚钱呢 第五名 顶流明星熊猫林妍 据说河南动物园的馆长在挑选熊猫的时候 恰逢停电 四周一片漆黑 于是随便抓了一只回去 没想到这只熊猫竟然长着一张车坐着脸 第二天立马闹着要求退货 但基地坚决拒绝 表示黎川丐部负责 就这样 林妍留在了河南 而且那时还是疫情期间 动物园收入微薄 但对林妍却照顾得很好 就算靠着巨额贷款 他们把林妍养得猪圆郁润 而林妍也懂得施恩图报 每天很努力地上班 凭着自己的活泼可爱 让榜一大哥一星实业集团李世强狂刷几千万 为鸾川竹海带来了无尽的人气 光靠林妍一雄养活动物园 第四名 出生韩国财阀公主福宝 光门票一张 价格高达三百块 每天吸引着五千多名游客前来观赏 再加上周边产品的收入 他一天能为三星集团带来两百万的利润 福宝每天只需要工作三小时 每小薪资可资高达七八十万 而整个三星集团每一小时薪资才一百万左右 福宝以一己之力 撑起了三星集团的一片天 第三名 北栋的三太子蒙兰 他可是花花的亲哥哥 光靠着平五块钱的门票 硬是直接把北栋干上市 所以蒙兰可是北栋的最大股东 光他身价就有四千亿左右 不过最近蒙兰就要快破产了 但熊猫界的喜事连连 比如谁家有喜事 大家都纷纷把分子钱寄托在这位三太子身上 换谁都可能会破产 第二名 顶流公主香香 他可是前一届最能赚钱的熊猫 光在几年的时间里 他狂赚近三十亿人民币 仅仅一年就能赚上六个亿 自从出生起 就成了整个日本的网红熊猫 就连为了给他起个名字 整个的征集方案就高达三十二万个 因为每天游客想看香香的人数实在太多 动物园甚至只能推出抽签方式 才能够看到香香 香香的回国问题也一度引起轰动 因为巨大的经济效益 日本游客表示要送救走安倍 把香香留下的建议 可想而知香香的地位有多高 而第一名呢 无疑就是顶流女明星花花了 她的赚钱能力到底有多强呢 光在2022年的时候 全成都的年旅游业的收入为3000亿 而到了2023年 自从花花爆红全网后 全成都的全年旅游收入达到4000亿 上涨了1000亿的收入 那么最少有三分之一 也就是一大半都是花花赚的 花花在全国的旅游业景点排名第二 四川省可是排第一名 每天的门票收入可达2000万左右 这些可是没算上游客的各种消费 花花以一雄之力 带动了整个四川的经济发展 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这就是熊猫界最赚钱的五只熊猫 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故事和魅力 但都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了熊猫界的巨星 它们不仅为自己赢得了流量和幸福 也为人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感动 那么谁又是你心中的心上熊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ака爹 收入可达